王文才在当任董事长这一年 轮船公司的绩效也没有比较好 韩国瑜被罢免之后 民进党事员在议会上 咨询过代理市长 轮船公司董事长黄文才该不该换 三个月后黄文才递了辞呈 盖薪资的话大概在十万上下 低调到说有里面的同事说 很少看到董事长很认真的出勤上班 陆船公司长年亏损 黄文才直领每个月薪水 没有额外的奖金和分红 今年又遇上了武汉肺炎疫情 营运一度衰退七成 民进党议员还点出 韩市府对黄文才预算给得很大方 编了两千多万的停管中心基金 郭瑜驿住停管中心基金 才让他的账面上的赤字比较少 将近两千四百万的一个 迄金居民乘船的一个补贴部注款 迄金居民一年乘船免费的 大概以成本来集结大概七千多万 尽管韩市府大力支持黄文才 但是营运绩效不理想是事实 黄文才媒体出身 却能够坐上高雄市轮船公司 董事长的位子 前立委赖昆成曾经这么说 那个黄文才大家也知道 都不是在门摸牙摸牙去天母 那打牙串的 韩国瑜和黄文才的好交情 不只是打麻将 之后爆出了红粉知己 王小姐事件 黄文才还出面挡子弹 王小姐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我们就会去王小姐家里打麻将 黄文才和韩国瑜 交情有多铁 从北农时期开始 彼此互相照应 但是韩国已经下台了三个月 黄文财没有相关的专业背景 轮船公司董事长的宝座坐不住 似乎也在外界的意料之中 参与新闻黄之中 何晨峰高雄报道